好棒喔 好棒喔 歡迎收看今夜不流淚 今天的話題很好玩 妳曾經做過最不道德的壞事嗎 我們今天來了五位特別來賓 全部都有壞胚子的底子 都做過很不道德的事情 我們來聽聽 看他們做過什麼壞事好不好 歡迎我們特別來賓高三峰 妳好 大家好 妳好 妳好 阿北 我不是…阿北 我不是不道德 我最相信她一定會做過 什麼壞事的陽情 第一名… 沒有 沒有 她在我心目中只有第二名 還有第一名 那就是潘若妳好 妳好 妳好 晚安 晚安 我問妳們看完要 我會像第一名的樣子嗎 像啊 不是 妳看那個頭都已經包成那樣子 那肯定第一名嘛 為什麼大家要知道就是那種 交上有夫之婦嘛 大家都知道啦 妳贏了 妳贏了啦 妳哪會走錯頭的嘛 幹嘛 這樣什麼東西啊 現在 不要不彈入那個話題 對嘛 妳講話很直喔 年代不一樣 妳知道就是要這樣才有鏡頭嗎 都給我一個 我們先從第二名來談好了 楊潔妳做過什麼不道德的壞事 其實我真的覺得喔 這樣子定位很難 但是 對啊 我後來不是 我剛剛自己想了半天喔 我很想想一個 我有沒有做過什麼不道德的壞事 可是我想了半天 我想不起來 不是 不道德我覺得 做過人太好了嗎 真的 菱姐 沒有 菱姐 真的 妳想太多囉 沒有...菱姐剛剛講的句話 沒有 我感同身受 所以我決定現在打電話給那個 張克帆 真的嗎 我跟這幾個人講 為什麼你這樣來會比較適合 對… 我想說這個話題 為什麼沒找張克帆來呢 他多適合啦 沒有啊 外景是喔 這句話叫回來… 我們弱一點來講 那就應該要發什麼大餅啊 LONO啦 有沒有 不是那種什麼更生人 真的嗎 已經弄到人殺 你們是…你們的工作人員更狠 不是 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從我們在座我位來賓 最善良的臉孔來談起好了 那我先講… 不是 我先講 我先講 其實那一天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對不起 我的神 不用拿水槽 那我公開這樣 退下 好 阿芬你先講好了 好 我先講 我最仁慈 我小時候偷過我 辣… 那什麼時候是辣的 你們不要的啦 你們要修紫心 你透過你爺爺的錢 爛東西… 爛 你要聽我講 我捏過我奶奶的屁股 我都不講 你透過你爺爺的錢 好帥喔 你來幫你奶奶擠字 沒有 我透過我 都沒有講什麼 等一下嘛 安靜… 你偷爺爺的錢 超多 你爺爺的錢 對 要先從新的開始講 對 因為偷到爺爺的錢 爺爺有一個習慣就是會把 一劑喔 就是一疊的一千塊 然後放在一個鐵盒子裡面 然後小時候就覺得說 一疊 一疊錢 他應該不會算有幾張 所以當我發現 有那個鐵盒子的時候 就上去 跑上去抽 抽個一兩張 然後放在口袋裡面 然後就跑出去吃喝玩樂這樣 回奶奶家的時候 爺爺都沒發現 然後後來都OK啊 然後後來就陸陸續續這樣 一直偷… 一直偷… 然後那一天就 越來越薄… 把爺爺的棺材粉給偷完了 對 重點是他後來發現之後 就一個一個問 先問他兒子 先問我舅舅的時候 你如果要拿錢嗎 然後舅舅說沒有喔 你怎麼會拿你的錢呢 然後反正就搞到後來 就一直問… 然後問到我爺爺說 好 你們沒有人承認是不是 我絕對沒有記錯 要不然就報警 然後請警察來就是掃指紋 這麼嚴重喔 你到底偷了多少錢啊 他要報警 那時候陸陸續續可能大概 偷了快一萬多吧 我覺得小孩子偷錢好像也不算 還滿正常的 可是當已經快要鬧到警局了 已經說要請警察來掃指紋的時候 我就嚇到 不用喔 妳請妳爺爺問土地公託夢就好了 對 找警察幹什麼 瞎仇不可外援 這個還好啦 妳講一個罪不道德的啦 更不道德 要講罪嗎 不是 等一下 Ben哥 如果說你連這個都敢講的話 那我真的就覺得你真的很遜 我就在這邊抱一個 不要說我自己 因為偷錢我覺得大家都有 不是要抱自己吧 等一下 要抱自己吧 等一下 我先就先把它壓下來再說 因為太爛了啊 沒有人想聽別人啊 我小舅... 曾經就去要錢是怎麼樣 跟我的我們叫太老 就是姥姥的姥姥 就是奶奶的媽媽 我那個太老 對 老老老 我那個太老有裹小腳 就老太婆 然後我那個小舅就是會給我錢 然後我姥姥又不給她錢 叫妳去偷那個裹腳步是不是 沒有 老太太就站起來要走 她就用小手指把她一戳 老太婆又做我的錢 她給我錢 沒有錢 她站起來一戳 她又做我的錢 戳到我姥姥給她錢為止 這個表不道德吧 對啊 你做老人家耶 對啊 有沒有更狠的 有 那個頭髮包成那個樣子就知道 上禮拜還要砍過她爺爺 好壞喔 現在…接下來如果 林姥妳有準備獎品對不對 獎品獎品 最後的是我的獎品 有… 是不是妳有鑽錶那種東西 沒有 一瓶紅酒 少… 對… 真的還假的 真的假的 你逼小別人去 我那是涼嗎 你那是… 沒有 那其實是一個故事啦 那時候我是跟學… 大學的時候五個男生住外宿 就是我們租了一個公寓 好 那我們五個男生呢 每次… 每次吃飯就是吃便當 要嘛就是外面水餃店 吃到很煩 很膩了 所以呢 我們有點想出一個好方法 每個人拿出一張100塊錢來 這樣就有500塊了 對 然後呢 我們到班上去問女同學 因為那個時候我讀名傳大學 然後男女生的比例大概是10比1 那個時候 10個女生只有一個男生 很少 男生很少 班上全部都是女生 我們就跑去問女同學 你會不會做菜 不會喔 好 問另外一個 會不會做菜 我問到會的 你覺得說 那個我們大家在外面過生活啊 是不是應該偶爾來點家常菜啊 那女生 對啊... 我們家剛好有廚房 而且啊 我們給妳菜錢 500塊 一人出了100塊 你們呢 女生負責去買 我們出錢你們出利嘛 你們去買菜 然後呢 到我們這邊來炒菜 然後我們大家晚上放了學 回到家 一起聚餐 對 一起聚餐 這樣媽媽有家的味道 女生覺得很有趣喔 好玩 好玩 我們還規定要 因為如果拿著500塊 結果炒出一大盤蛋炒飯 那我們男生就虧錢 就是這個菜錢 還是要妥善的運用 就不能A太多 像是一般的家庭主婦 你可以小賺一點 好 結果還要求五菜一湯 好 真的500塊五菜一湯 大家吃 很豐富 很開心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覺得 不夠勁 不夠胃 對 喝酒... 妳就說 妳可以喝酒 不行 一定要喝 好了 他們就勉為起來 大家開心嘛 就好了 每年到酒 然後就喝 男生喝得開心 女生喝得很為難 喝一喝覺得不夠勁 不夠胃 又不夠勁了 又不夠勁了 躺下 沒錯 都過了 他最喜歡這樣 餐桌上 好不好 顧一下你 躺在餐桌上 女生光是這樣 拿了我們500塊錢 不過500塊錢 等一下 又500 然後就想這樣不夠 因為大家只顧著吃飯 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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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五個女生 因為是五個男生 五個女生 來 妳們每個 好 你是酒店的倒楣的 什麼東西啊 你快來啊 有錢大爺啊 什麼東西啊 像是在上面那麼漂亮嗎 好 阿翔就是圍起來 大家開心嘛 每天到久 然後就喝 我們男生喝得開心 女生喝得很為難 喝一喝覺得不夠勁 不夠胃 又不夠勁了 又不夠勁了 躺下 沒錯 八卦 他最喜歡這樣 餐桌上…好不好 顧一下你 躺在餐桌上 沒有 我們就跟大家吃飯 喝了酒之後膽子又更大 我們說 女生光是這樣 拿了我們五百塊錢 桌菜不夠 不過五百塊錢 等一下 你不下去 五百塊錢 打了他 那時候我們是學生 那時候我們是學生 我們喝了酒 這樣不夠 因為大家只顧著吃飯 也不好好聊天 不好玩 不好玩 來 五個女生 因為是五個男生 五個女生來 你們每個人倫理有講笑話 妳是酒店的倒楣的 五百塊 對… 買菜 煮菜 一塊 一塊 有錢大爺 什麼東西 現在學生變那麼快 媽媽 學生五百塊 迎新女生公分 真的 因為男生就吃飯 需要喝酒 喝酒需要分別 對 他就把那些同學當作分別小女 沒錯 然後還要跟他講笑話 而且才五百塊 對 還玩摸摸沙沙對不對 因為你是不是還要人家躺在這裡 你是不是人啊 你有沒有媽媽啊 憲太 你們不覺得這樣很聰明嗎 什麼聰明 好不好 來…你先跪這邊 跟同學道歉 跟同學道歉 才第一趴而已 第一趴就這樣 不是 你頭髮都已經擋成這樣 你不跪的話沒有破口 我跟你講 你幹嘛 這一戰就就把他預告 我跟你講好不好 同學 所以我大概知道今天怎麼回事 我還不會跪心 你不用那麼道歉 你跟觀眾朋友道歉就好 搞不好可不可以Cue我一個位子 我今天可能要跪整齊 你還有更穩的嗎 對 沒有啦 其實真的是要 真的是要跟那個 以前女同學道歉 可是那時候是好玩嘛 你當然好玩啦 你該要補足 心裡多難過啊 你該要補足人家的費用 趕快補還給人家 吃完炒菜 晚上炒飯 真的 那後來有炒飯嗎 老師 沒有… 然後 對喔 故事還沒講完 你們知道 故事還沒講完就 他故事還沒講完耶 對 你說實話 你昨天晚上跟我講的不是這樣 真是的 你有爬上去喔 好 繼續 沒有 然後就 女生就覺得 你們這邊有男生太可惡了 吃完飯趕快那個 就像看得貴一樣 大家通通跑掉 沒關係 我們班還有很多女生 一組一組問 我們大概可以吃一個禮拜 我們就吃 誰組用完了 再用下一組 誰組用完換下一組 大概換到第三組的時候呢 全班已經沒有女生要跟我們講話 沒有 我不想跟你在學校 因為大家已經都有經驗 去當酒禮去了 對啊 所以說呢 在這邊要跟那個 以前我們那個 明川大學觀光系 二年已班的女學們 我跟你講 那些女生光打開電視看到妳 就我沒有在 也許有些現在已經嫁人了 而且不是 而且他們看到妳愛上小甜甜 他們覺得妳更噁心 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 老師 我要跳出來幫 幫她 不是 妳跳過 妳要這樣 好 我跳 我跟你們講 其實這是她做過 最道德的一件事 因為有很多男性 到此就非常開心 謝謝妳 大家好 好可憐 恭喜妳 為年哥保安 妳還是Cue我一下 我看哪裡跪哪裡好 珮琪咧 她真的覺得 她真的真的是很糟糕 像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都還有存在社會意義 你知道 真的 存在社會意義 我國中的... 我國中同學才國一而已 然後她就很早熟 她是那種標準的那種 要來的雞朋友 所以大家要叫她小蘋果 講出來 沒關係 沒關係 這個小蘋果啊 她怎樣妳知道嗎 她就是到處 對 她就到處碾花惹草 然後到處夷夜情 然後在學校就會 以為自己是老大姐一樣 一直到處嗆聲 有一天才嗆聲到我身上 那我就一直很看不慣啊 拜託 你一天到晚 你跟人家亂上床 然後卻在外面亂放話說 她是癥結玉女 我就覺得很討厭你知道嗎 有一天被我聽到 她跟她男朋友約要去賓館 而且是那種很爛... 那種阿公店那種賓館 然後我就打電話去她家 然後跟她媽媽 我還裝了一個很成熟的聲音 自認為這樣可以騙過她媽媽 我就說 你好 請問是小蘋果的媽媽嗎 然後就跟她講說 你們小蘋果啊 在外面跟幾個男人上過床啊 然後那些男人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她什麼時候 要去再開房間啊 妳幾點的時候要去抓她這樣 然後... 對 然後結果後來 她真的就有兩天還是三天 沒有來上課 那據我旁敲側擊所知道的是 她真的去賓館 而且是她們正在做的時候 破門進去 抓到了 然後回來痛打她 讓她沒有辦法出來上課 痛打她一頓 好壞喔 這個名字得第一名 這樣我們都不用講話 其他OK 她已經得第一名了啦 這也是有正面意義的不道德 對啊 我也是為了她好 那麼楊綺... 妳做過什麼不道德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沒有等一下 現在已經有人跳出來當第一名 那這樣子好了 我在這邊啊 因為製作單位有講說 如果說沒有那麼多不道德的 那就道歉 那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先出來道歉 對 我要道歉 妳要道歉什麼 妳先... 我要道歉 我要道歉就是曾經那些 愛過我 還有正在愛 爛人 她還會愛上我的男人 不要錄... 不要錄... 我要道歉 什麼東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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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姐要換拆麥嗎 妳看我現在有效耶 起司 要這樣自己好看 你們會住著 不是啦 因為不道德 其實我覺得我真的 在道德這件事情上面 妳不要說不道德啦 就是比較耍壞心眼 對 就是沒有倫理嘛 就OK啦 好啦 沒有倫理來講 我就有一個 很多可以分享就是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熱愛跟老闆吵架 很好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常常 人家有欺負妳嗎 老師有欺負妳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講 老師跟學生 永遠是站在 不是對等狀況之下 那很多老師很喜歡 他開口 他要求妳一些什麼 他都會說 我是為妳好 對 那我會覺得說 妳不要講妳為我好 妳就講說 妳是為了妳上班很方便 我就認了 我覺得那是關係的問題 就是說 我是學生 打到自己很好笑了 我是學生 妳是老師 那 妳只要如果跟我講說 今天我這樣子講是為什麼 因為我是老師 妳是學生 我就好好摸摸鼻子 我認 可是呢 你們很喜歡偽裝成一副 妳對我好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 我就會跟他們大吵架 然後我印象最深就是 我以前念魏黎女中 然後魏黎女中其實是在 有髮禁階段的時候 是比較沒髮禁的 結果後來在我好像高三生 高二生 高三那一年 突然間 我們本來可以留到學號上面 以前不知道秀學號 長髮 長指髮妳可以留到學號上面 突然間不知道為什麼鬼上身 老師就規定說 又要剪回就襯衫 對 沒有到那麼短 大概就襯衫下圓這樣 領子下圓 我就覺得很不合理 我就跑去跟老師 去跟訓導主任 就進去就說為什麼 為什麼本來可以留頭髮 現在不行 給我一個合理的原因 我就剪 然後結果學校老師就說 這個學生呢 在當學生的時候 一定要注重的是頭皮以下的東西 不要在乎頭皮以下的東西 所以不要剪那麼多 不要留那麼長的頭髮 你們會專心念書 我說 對 我就說是齁 妳那麼激動幹什麼 對 我一定要去 對 然後我就說是齁 那這樣子 我已經要考大學了 照妳的理論 我明天就去剃光頭 那我一定考得上台大囉 我們來對賭 老師 我跟妳對賭 如果妳相信妳講的 那我就剃光頭 我明天就剃光頭 一年之後我一定考得上台大 但是如果我沒考上台大 妳要剃喔 誰來 我說我公開講 老師好不好 妳相信妳說的 妳這樣子跟老師 對象 不過這是講道理嘛 對啊 我覺得我很講道理 沒有 黃老師沒有打我 然後我就被記大過 你看 就頂撞師長 對啊 頂撞師長 這也不算是什麼 對 我跟你講 可是我覺得對古代人而言 古代人 就是 沒有知心 對 沒有知心 對啦 就是不尊師重道 他這個叫尊重 不尊師重道對不對 我們那個 我那個不一樣 快 第一名叫什麼 不是 我想要老師那個 老師 你想要砍頭自殺嗎 李老師 我不應該用莫姿潑妳 莫姿 為什麼用莫姿潑妳 我跟你講 我們前提跟他差不多 老師都會要求妳好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的老師 是會對學生弄粗的 對 學生懶 也很盡場 會踢 對 而且我們老師一個奇怪 一個大男生 你揪人家耳朵幹什麼東西 因為很痛嗎 不是 他是用指甲尖的 對…去這樣 勾 這樣拉 這樣子 他揪了他就轉 然後他很喜歡抓一個地方 他就抓妳這旁邊這個肉 他揪 他研究過 那邊真的很痛 那邊肉很嫩 死傳人 我們老師死傳人 他說 你看看你這個旺拔蛋 為什麼你知道 實際上我們老師寫毛筆寫得紅 他叫我們寫毛筆 真的 他叫我們寫毛筆 你知道 那個寫毛筆寫得不好 他就會從你旁邊揪你一下 連續揪了幾次那個不改 那感覺就是已經馬上 瞬間就已經變紅了 而且他已經掐了妳 所以這整排的同學都被掐 我那天也是 好不容易寫一個勇有沒有 永遠那個勇 勇字馬法 我那個字寫了 他講完 妳看看 妳這個字跟活塞棒排出來的一樣 我寫一種 他就活塞棒排的講完 就揪妳一下 那是第一次 我第二次已經很努力在寫 我已經很努力在寫 他從後面就 以前那是國中央神的後面 後腦勺 一巴掌都瘋下去了 好過癮喔 旺八蛋 你玩不玩了嘛 你看你這輩子都玩不玩了嘛 突然一下揪一下 我要是不拿墨子潑你 我怎麼對得起國家 我就當場就用墨子潑他 我說老師 結果呢 王伯伯先生 對不起 香腸是我偷的 我偷 我這班身手一月就過去了 一偷就偷他兩斤半啊 你怎麼偷他兩斤半 我跟你講 因為王伯伯的香腸都比較短一點 其實王伯伯的香腸 其實王伯伯的香腸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說實話 我們泳魚人做 所以你們今天王八蛋 我告訴你 不要... 王伯伯 你昨天晚上跟我講說 你偷那個什麼媽媽的內褲 包冰箱的影片 我沒有把你... 你好髒